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新闻的一开始 我们来关注第41届民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 2008年308大选在兵州老树盘根的民政党所竞选的州议席全军覆没 连带让国阵失去兵州政权 首相达德斯瑞纳吉今天为民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 呼吁民政党在来际大选重夺兵州 并承诺巫统绝对不会和民政党争夺首席部长职位 而会推动国阵成员党全力以赴协助民政攻下兵城 首相表示 国阵要民政党在槟城大获全胜 以便把宾州治理得更好 为宾州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为了提高民政党的士气 首相做出这样的承诺 他强调 民政党在槟州拥有强力理矩去进行斗争 因为槟城能有今天的成就 一顾敦铃昌佑到丹瑞许子根领导的民政党功不可没 前来他们为槟城打好了基础 才让今天的槟城卓越成长 与此同时 民政党全国主席丹瑞许子根博士 希望选民再给国阵一次机会 而让国阵证明他们在执政后能够为国家带来改变 他还使言如果国阵执政后没有兑现承诺 他将第一个站出来要求改朝换代 徐子根认为 与其像一些人事件一般 给明年一次执政国家的机会 倒不如把机会交给已经展开改革行动的国阵 让国阵证明他们的能力 他坚持 相比反对党领袖安瓦 首相Najib更适合领导我国 因为他是一位友善 公平和坚定的领导人 据了解 安瓦在权时 曾经滥用自身的地位 强制推行一些不公平的机制 像是他曾经因为种族原因 辅决了一名华裔官员在教育部的升职 但是庆幸的是 这起事件在当时仍然是教育部长Najib的斡旋下 获得公平和妥善的处理 大选日子越来越近了 但是到底在什么时候才是解散骨灰的日子 没有人猜得透 面对首相对大选日期三间其口 滨州和雪州又表示不要和全国大选同步举行 目前为了大选日期而召集的 除了国人 原来还包括向来耐心十足的民政党 甚至有代表在辩论环节中大胆向首相要求 趁着惠民预算案公布后 在良好气氛下举行全国大选 因为这样对国阵是有利的 大选要来的传言已经谣传了很久 但是始终都没有到来 而向来给人感觉温文儒雅的民政党 今天也发表了鲜明立场 要求首相赶紧解散国会 举行第十三届全国大选 民政党党员要求首相尽快举行大选 甚至希望11月11号真的就是大选日子的说法 也引起了党中央的共鸣 副主席大多马秀强对于大选日期 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不少猜测 但是至今都迟迟没来 也深感无奈 他认为大选不适合拖太久 加上雪州和宾州宣布不会和全国大选同步举行 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在现阶段 不只是全国大选日期沉迷 雪州和宾州的选举日期也让人无法捉摸 另外提到大选 许子庚重申 宜利区国会议员的斗陈莲花 将转战太平国会议席 而宜利区则由巫统候选人出征 总是被外界指称有心结的两人 即陈莲花昨天澄清 没有和主席不妥后 许子庚今天也表示 尽管陈莲花曾经抨击他 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陈莲花在去年的代表大会中 公开促请许子庚下台 或是改变软弱的领导作风 以免民政党继续面对不必要的侮辱 另外明清团团长的杜林时兵 在民政代表大会总结环节发言时 再次敦促党内的一些老臣子让嫌 以免领导层出现青黄不揭的局面 他表示如果民政党没有一个好的平台 给年轻人发挥所长 那么再多的大专生或专业人士 加入民政也是突然 但是林时兵强调 他绝对没有要老臣子立刻退休的意思 他重申明清团不参与代表大会的 辩论环节不是杯葛 但是促使他们决定 不参与辩论环节的原因 除了是不满议长 拒绝让两名明清团委派的代表 在辩论环节发言之外 也因为他们意识到 党已经出现青黄不揭的情况 并希望在情况恶化前 可以受到党中央的关注 对于林时兵的这番言论 在党内感怒感言的妇女组主席 达多陈莲花也在总结时表示赞同 和民清团站在同一阵线 抨击党内的军阀 导致民政党没落 对于民清团和妇女组公开表明 对军阀的存在深感不满 民政党总秘书邓张耀就建议 党可以考虑以后再委任了 任何一位中央代表后 该代表在位不可超过三届任期 不过虽然主席丹续许子跟同意 应该让年轻一代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但是他提醒党内的年轻一群 不要再获得职位后才努力 他强调如果年轻人要受到重视 那么首先就要让党看到他们的努力 那些愿意无私付出和勤奋的党员 他们都会有机会 RTN黄翠贤 蔡伟全采访报道 在2013年的财政预算案中 政府拨出三一令吉推行购买智能电话 获得200令吉的回扣优惠 让国内150万名的青年受惠 不过有许多民众对这项回扣的详情并不了解 今天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长 Dotri Dr. Raisedim就指出 政府将不会设定任何指定的手机品牌 符合资格的青年 只要购买拥有3G功能的智能手机 就能获得回扣 许多民众对智能手机的回扣配套 依然存在着许多疑问 Raisedim就解释 该部门在详细探讨有关实行的回扣机制后 就会公布详情 我们不会有任何不同的规则 或者执判 只要电话并符合资格 是电话并符合资格 这项回扣优惠是配合政府推行的青年通讯配套而推出的 目的是为了鼓励青年更容易获得资讯 在这项计划下 月入低于3000令吉 21岁到30岁的青年购买智能手机 将获得200令吉的回扣优惠 社会新闻来跟进五间新闻为您报道 在四天前警方被开枪打伤的案件 警方证实今天凌晨被击毙的男子和这起案件有关 警方是根据公众人士提供的情报 暗中展开调查后才追查到嫌犯的行踪 刑事调查局主任大斗邱振华在记者会上向媒体透露了这项消息 他说警方是在古中城附近发现嫌犯的踪迹 该名男子立刻驱车向达曼迪萨交外领水上主题公园方向逃去 不过由于男子的车子开得太快 导致车子在水上公园餐厅附近的停车场失控 撞向路旁的大树 冥完不灵的嫌犯立刻朝警方开枪 经过一轮交火后 鞋始终不能胜正 男子遭到击毙 警方也在车上找到了一把斧偷和手枪 警方目前正追踪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 和另一名17岁的少年 这两人相信和这起案件有关 在吉达州亚罗施打 警方在短短的5天内 侦破一宗13岁少年遭到绑架的案件 并扣留了5名涉嫌的男子 其中4名是本地人 以及1名缅甸籍男子 被绑架的少年是当地一位著名医生的孩子 据了解 少年是在上个星期二晚上 到补习班的时候遭到绑架 绑匪支店少年父亲 要求缴交50万令吉的赎金 但是经过谈判后 绑匪也接受了少年父亲 开出35万令吉的赎金 收到赎金后 绑匪在案发第三天就释放了肉票 自以为得逞后的其中两名绑匪 携带巨款逃到双溪大年 并躲进神庙 然而天网会会入而不漏 警方人员的天罗地网包抄 成功抓拿两名绑匪 随后警方也逮捕两名绑匪的三名同党 五名嫌犯在1960年绑架法令第三条文下被扣查 尽管警方已经多次提醒驾驶人士 要遵守交通规则 但是还是有一些驾驶人士 不听劝告违反交通规则 国内交通执法单位 今天凌晨在吉隆坡陆右路一带 展开突击行动时 就检查了超过300辆交通工具 还充公了69辆摩托车 在这项突击行动中 执法人员也发现 一名37岁的男子身上残有甲基氨非他命 同时这名男子也不通过尿检测试 另外一名摩托车骑士 因为不通过酒精呼吸测试 而被执法人员逮捕 在行动中 执法人员也发现 有驾驶人士没有驾驶执照 或更新入税 警方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发出70张船票给违规者 所有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人士 也被带往位于敦里小市路的 交通警局做进一步调查 上千人走上台湾街头 捍卫钓鱼岛主权 薄熙来儿子不刮刮 在社交网站上为父亲辩护 欢迎新闻休息片刻 稍后回来一起关心国际新闻